勘查失快 铁道泳女警 面不改色 台铁这般从花莲开往高雄的自强号 昨天下午1点13分 在台中石甲平交道 撞上突然闯入的45岁未姓男子 男子被撞飞当场死亡 尸体残缺不全 惨不忍睹 目击者表示 当时平交道柵栏已经放下 男子突然从柵栏及紧急按钮间的缺口闯入 自强号司机反应不及直接撞上 死者的失快散落将近100公尺 承办的28岁阳性女警 顶着大太阳来回标示测量 记录失快位置 处理过程毫不畏惧 原本在民间公司当行政的女警 从仅两年多 她说自己第一次处理死亡车祸时 曾经好几天睡不好 但现在已经没有害怕的感觉 只想把分内的工作做好 也是做功德 警方表示 住在台中太平区的死者 因是长期失业 加上身体病痛 一直想不开 但仍有待进一步调查 动新闻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